终于知道为什么微软要花重金柱子拆GPT了 因为拆GPT可以让Microsoft 365 Word Excel PowerPoint得到10倍的效率提升 此言绝对废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拆GPT和Word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 假如我们有一个邻居 晚上老是演奏音乐严重影响到我睡觉了 那这时候我想给他写一封信 贴在他的门上 那像这种事情就不用浪费我们的脑细胞了 直接交给拆GPT描述一下场景 告他你的请求 还可以告他用温和的语气还是严厉的语气 拆GPT就会为你生成一份不卑不亢又严慈犀利的信 而且可以避免自己打错字被嘲笑的尴尬 稍后我们只要将这些文字复制粘贴到Word当中 调整一下格式打印出来 就可以贴在邻居的门上了 如果你忍老板很久了 想炒掉老板 表达你对薪金以及加班的不满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用拆GPT帮你写一封辞职信 我们看到拆GPT居然适当的当机一下 那我们依然不屈不挠 让他重新生成 那他依然当机 那我们只能用大招了 我们先复制一下问题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网页 那把问题重新复制粘贴进来 让他重新回答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封去意已决的辞职信 加上一下你的姓名就可以将老板炒掉了 拆GPT不仅能帮你用杠 还能帮你写情诗 比如我要给我的女朋友写一首诗 那这个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我需要在拆GPT里告诉他一些要素 要把这些要素写进去 然后就可以让他为你写诗 如果不满意 还可以让他重新生成 直到你满意为止 当然在这里 我也有义务告诉大家实验结果 女朋友看到师通常会感动的说 什么玩意儿 下面我们来看拆GPT在Excel当中的妙应 现在的Excel可谓非常的稚浓 比如现在我要把邮箱的名字提出来 那我只要在B1单元格中输入A1单元格中 at for之前的内容 然后我选中所有的这些单元格 按Ctrl加E 它就能够自动的提取出来 照这个功能的 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一下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人狠话不多的功能 但是在拆GPT里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聊天 也实现同样的效果 重点就在于你要非常清晰的 把这个问题给他描述出来 最好还给他举一个例子 这时候拆GPT就会告诉我们一个公式 我们把公式复制粘贴进来 也会得到同样的效果 由于这里是公式 我在这里双击一下 也可以快速的将名字提取出来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 那以后在Excel当中的公式真的可以完全信任拆GPT 我们要锻炼的是描述问题的浓力 我们以后就不用再跟拆GPT比较谁写的公式更加优雅简洁 我们要比的是跟其他的人类谁描述问题的浓力 谁能够将问题又简洁又准确的描述出来 就可以大大的解放生产力了 拆GPT不仅会告诉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而且会对这个答案进行详细的解释 真正让你在实践中得到学习 最后我们再来看拆GPT如何帮我们写幻灯片 那比较容易想到的是 可以让拆GPT帮我们生成一份大纲 这份大纲通常会给我们很多灵感 比如我让他写一个如何做好PPT信息可视化的大纲 那我就可以从他的大纲中获取灵感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 能不能一步到位直接帮我生成一份PPT 实际上有很多团队正在做这件事 原理上都是基于这份大纲再生成一份PPT 给他套一个简单的模板 再将里面的关键词做一些配图 我试用了一些也没找到特别让我惊艳的 我相信既然微软是OpenAI的大股东 未来PowerPoint应该会有这个功能 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功能是 让拆GPT帮我总结重点 比如我有一大段文字 我想让他给我总结三个重点 那他就可以出色的完成任务 当然如果你觉得文字还是太多 你还可以对每一个要点的字数加以限制 总之他会让你满意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启发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转发 我是金本正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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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